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大概知道 我最近都在关注有关民雄大学路 这个老树的保存的问题 因为县政府想要以交通安全作为一个理由 想要去把这个树木移除 那当然这个待机的居民是非常非常的反感 但是他们除了希望老树可以保存之外 也能够去把这个道路安全做得更好 所以也提出了双赢的方案 一开始这个县政府其实不太爱去理会 也没有什么政变的回应 但是因为这个乡民的坚持 以及很多媒体朋友的这种关心跟报道 让这个县政府也愿意提出两个案子 来让大家共同来讨论 也愿意开始跟居民沟通 这的确是一件好事 那不过当我们再去更仔细的去看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发现除了我们过去跟大家提到 就是前瞻计划之外 其实大学路全长要去修整的这个路段 大概五公里左右 可是他花了一亿四千万 那这一亿四千万 其实如果你再仔细的去看这个标案 你也会发现这一亿四千万 其实是分成了这个四段 那每一段大概是两千到三千万 不等的这个金额 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破碎化的工程 明明如果你要去把这个工程做好 考量到它的一致性是很重要 那当然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五千万以下的 这个所谓的工程的这种标案 这其实是不需要再经过它的上级单位管考的 所以未来这个假设真的做的话 这个到底有没有人监督 恐怕这个问题也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问题 绝对不会是发生在民雄大学路上 它很多的政府的标案或者是整体的这个填詹计划 它在这个历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这些钱有没有被好好的使用 这些钱在规划的时候 有没有跟当地的居民有一些很好的沟通跟讨论 这些钱有没有人去监督它 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这个议题 当然从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会看到 越来越多台湾公共工程的一些问题 也要再特别的去做一些留意跟小心 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前瞻计划 开始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实施了 这非常高度的高额度的这些所谓的我们的纳税钱 千万不可以被这些政府的人员随意的去浪费 也不是随意啦 一点点的浪费其实都不应该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有哪些重要的新闻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南投鱼池乡 这个有关于传统领域的这个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今年八月南投关系在向台会与传统 最后南投关系会来丁建 反对万民会在今年六月 中国的少数传统领域范围 全香港几乎被纳税 因为已经被反对台湾地地的进行 这个月后台北会提案 提出并得关注民众也得到通过 建设案都要需要他们同意召开 那第一个 他们可能的负担也很大 然后也矿日费时 所以因为这样子来延档整个建设 而且公共建设为什么需要他们去同意 香港所表示 中国传统领域范围 虽然这有关公优地 不过包括大型开发案 还有这些是道路透关店公共建设 都必须要经过少数部落会议通过 虽然万民会还来像竹箱当于属行范围 所见到必须要环平的开发案 不过最后要是印划庄民不满 把他提出并得关注民众 不过广府表示 控制影响到以前保障 原民会是经过行政院同意的 预定的五十五国员住民箱 这样子 所以还是要如果他送来 我们会转到原民会 原民会也知道了 说持续沟通 日理匡公所表示 我们会保障的设施委合会 每年只有500万 还有在伊达桑的一块川 条件相当严格 在这里提出并得关注民众 也就会透过行政诉讼 严议建筑中心化学的协议空间 记者南岛综合报道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一则报道里面 其实你也会发现 其实非原住民的朋友 其实对这样一种划分 以及被划分在传统领域当中 很多事情必须要经过 这个少族的议会同意 其实是有一些些的不满 不过这当然会变成是原汉 或者是怎么去 共同生存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对原住民传统领域的 这种保护在过度的 过去的这种所谓的过度开发底下 很多的原住民族 他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 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也让自己的生活 出现了这种所谓流离失所的 这样一些情况跟问题 当然我觉得 虽然有朋友会提到说 这样子什么都要经过你们讨论 他就很多开发都不能做了 但是我要说 所谓的开发不一定是要去做 什么大型的游乐园 森林公园 或是其他的这一种 所谓的一些设施等等 所谓的开发 他其实或者是所谓的进步 他应该的是 如何去跟这种传统的文化 去做一些连结 如何让这种原住民的文化 是可以被看到 这恐怕也是另外一种 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 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也许当我们开始 愿意跟这些 所谓的传统领域的里头的 原住民族朋友 愿意去沟通去讨论的话 那也许会发展出新的创意 跟新的可能性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有关于清洁工的这个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职业鉴定有舒适 职业鉴定有舒适 劳动部重启调查 劳动部重启调查 新通风清洁队员志鸿 来到劳动部的门口 中情 一百凶四年九月 他要对本作家 来的时候 臣所有人底рут 结合 原本通知劳动 淅町是指定一复 也不过他的工资 亲戚主权大师 任....的心意 ? 经过了劳动部指定一复 感受�议委员会的感受 在 Mitt acab 林鄭不是制約一般 曾志鴻第七位叫親自警察大隊是頭路 沒有給出令人幸福的理由 就對我做出了鑑定 拿來的公平 從後來 制約一般林鄭常常有正義 像親家隊員 等於要拚本所 拚重的東西 可能會對遊者庫申請了很大的負擔 不過因為流行 不可能每天都去記錄自己實際工作理容 造成在正義發生的時候 基金和英國的關係 經常很難來認真 曾志鴻向西頭路後 拿出掃緣到現在已經要半年了 還沒等到生意結局 已經超過三個月生意的期間 希望掃緣生意委員會可以讓他告定說明 訴求是說要道會陳述 那我們也已經通知他 在這個12月21號的下午來到數院會 當中來跟委員道會陳述這樣子 羅東部的官員接到丹青書 也保證曾志鴻可以跟掃緣生意委員會 來說明 提出相關的禁錄 也說曾志鴻在八月九月還要提出補充掃緣的理由 有符合掃緣生意期間的規定 既然歐尿丹青梁 台北報道 的確台灣的這個職災或者是像過勞的情形非常非常嚴重 事實上我們在上個禮拜也提到了到目前為止 很多都必須要由勞方來提出這種所謂的鑑定或是紀錄 說實在的 當然勞方他可以去是這樣子做 不過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勞工 他恐怕在自己要去好好做完自己的工作都很困難的 他怎麼有辦法去做一些紀錄呢 同時有些這些所謂的職災或者是這些過勞的問題 是一種長期累積 而且是一種隱形的 那這樣的一個長期累積跟隱形的這種狀況 也不可能把也不應該把這個問題去推給勞工朋友 相反的政府怎麼去做一套機制 甚至是也許必須每隔一陣子由勞方或者資方 他們共同去認定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在做某種的介入 也許還可以有一點點解決的方法 但是只是如果把這個問題全部把這個責任 舉證交給勞方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強能所攔 好 接下來這一則新聞是跟進修有關的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報導 只會讓會關以後更加減重也可能影響別人照顧安全 這樣劍段式的休息在外加 我在工作上的負荷量 然後還有上課的時候密集度跟複雜度的課程 這種精神力以我們來講說要我們用這樣的精神力去消互病人 我們也非常的害怕 港匯集村易峰要求醫療人員每年要接受感染關注 消防安全訓練中進修庫庭 既定到負荷房中提出等為醫護人員 還有另外接受機構訓練 今年進修的時數超過了100分鐘 那是沒有安心就要面臨調劑 那就是影響固執 不過這些庫庭卻沒有被醫護看著時間 雖然洛東郊正經進行勿主情義協調 不過一直沒有在到台台便宜審議會議 有一些課程是必修課程 我們本來就同意要給休假跟那個 或是用假方會 這個是我們醫院裡面已經有的協議 港匯強調洛東郊已經進修韓文台台便宜 今年港匯提出的部分必修庫庭 應該要看這次工作時間 應該會發聲請加班會 那些是不休 那是依航沒有正式問題 中庄盧東郊提出沒有定義入檢 他目前已經知道包括 性更加也要便宜 以後今晚保分進休課程 都有講到 記者綜合報道 既然醫院要求這個員工進修 這個進修其實也不是只有 考慮到員工本身自己的成長 我相信會需要求員工進修 也意味著這個公司希望這個員工的成長 能夠對這個機構是有一些貢獻的 所以如果把這樣的一個進修的時間 沒有放在工作的時間 恐怕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妥的一個事情 我們也希望這件事情 未來在很多的 我相信不管是公務機關 跟這個所謂的商業私人的機構 也都會出現類似的問題 這是所謂的雇主必須要去記取的一個現象 那也就是當我們在看到這種 如果你要求你的員工去進修 他應該要算在他的工作時間 以上是這個禮拜的關鍵新聞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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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